激烈的封冰箱长浮选 由封冰箱卫生所主任江丽婷 以958票杀出重围成功当选 他提到虽然不是在地族群 但多年的在地偏向医疗经验 让他知道目前封冰箱所面临的困境 未来也会发挥所长 不分族群照顾乡民 也开心啊 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刻起 是我一个责任的开始 那我会一样延续我先生的理念 还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些证件 那希望能够封冰箱有不一样的一个建设 还有不一样的一个亮点 封冰箱长当选人江丽婷 是前任箱长邱福顺的妻子 目前任职封冰箱卫生所主任 本身从事偏向医疗工作几十年 他期许自己发挥所长 并着重偏向教育议题 那我希望在小朋友这一块 我一定会好好的去琢磨 那我也希望我当任乡长之后 我要就是盘点我们乡内的所有教育界的精英人士 能够成为我们封冰箱的一个资商委员 那在针对教育面这个部分 那如果有需要有需要协助 或是有需要大家提供给我的意见 我都可以因为成立这个教育资商委员会 能够让我们封冰箱的小朋友的教育面 能够更好 除了延续丈夫的文化 经济产业 社会福利政策之外 江丽婷强调从政服务没有甜蜜期 结合起开始将积极推动前方面发展 弱实政策让乡民有感 有这新闻在老北市华林封冰采访报导